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今天我們來玩我們的 殷屍路第二季最後一章節啦 我們應該快要進入尾聲了 然後呢我們現在到了這個地方之後 我們現在想辦法讓這台車子 發動之後我們就可以離開這裡到惠林頓 那現在呢 肯尼叫我進去房子裡面 不知道要幹嘛 反正總而言之就跟進去就對了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邦尼 孤零零的住在那邊 然後需要別人的安撫之類的 我們看一下我要土機要幹嘛 好 沒事 我們可以走了 柯柯 我們來跟邦尼講話看看好了 哈囉邦尼 哇 抽煙耶 哇 你想幹嘛 我想知道你怎麼了 盧克爾斯我很抱歉 你怎麼看 寶劫你怎麼看 漂亮小姑娘感覺一定很棒 希望你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有機會去救盧克的 對我已經無語了 看他對我非常的生氣 可是我也是很盡力的救盧克啊 我不是有去救他嗎 我還跳到水裡耶 為了救他 為什麼還要對我生氣呢 我不明白 為什麼要對我生氣呢 果然壞了 所以我們還是進去裡面好了 可是那時候他叫我去前去救盧克 然後他掩護 掩護盧克開槍射殭屍 然後呢我居然就是沒有選擇去救盧克 小baby在這裡 喋喋不休 喲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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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過 喲喲 又幾次 家去會發生什麼事嗎 喲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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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喲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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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在那裡啊 要吃東西啊,肉豆腰啊 很有經驗 想試試嗎? 我會吐 我要吐了 吐奶了 我叫他姿子以後叫吐奶 很恐怖 我家只要喝飽牛奶 喝飽奶我都不敢抱他,因為他會吐 很恐怖 四個人才把他救出來 一個人經歷那樣的事情,他活下來了嗎 也沒活下來 原來他也被咬了 哇 他做到了,車子發動了 耶,我們可以開車離開這裡了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沒有食物 好嗎? 我告訴你 夜市 我們有多少食物? 至少一星期 小孩? 我們需要找到小孩的地方 對,有些地方很熱 我認識 我們應該要往南走 往南走 要回到那個地方 慧林頓 我跟著,我要跟著肯尼 有慧林頓 德國小子 德國小子 我們不帶他 我們該問問他 搞不好他也不肯跟啊 想到一個辦法 哇 分道養錶 你還在玩假啊 你還在玩假嗎 你還在玩假嗎 吵架了 GG 你應該要跟他聊天 為他為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遊戲玩到後面這麼久了 肯尼總是一直要跟人家唱反調 瘋狂唱反調 MARRIO 哎喲 他媽媽還怕你 他媽還怕你 他們的計劃是 他們應該會怕他們 比我更害怕 我們都很害怕 咳咳 吃完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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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M 想想看Rebecca 好 怎麼辦 孩子的問題也是一個很困擾的事情 真希望李現在在這 如果李在的話他會說什麼 他都別相信任何了 李告訴我們不要相信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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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什麼時候會發生 那就是人們像李認識的 那就是人們像李認識的 那就是人們像Jane 那就是人們像Jane 就會不會明白 你看 我知道威llington 可能是罵 但那裡有煙 那裡有火 克林斯丁超級沒出現 他到底是死還是沒死啊 長大了 前所有的驕傲 你又沒照顧我 你驕傲個屁啊 你比我們更好 有些東西要出現 我們會找到 Kennie 我以為我能盡量到你 看 我們會在晚上想清楚 早晨之前想清楚啊 搞不好我們到時候就丟下他們 我們直接走了 如果我們回去原本那個地方 其實說真的啦 還是有食物的啦 回去那個原本的那個 卡佛的那個營地 還是有食物的 但是呢 肯尼堅持要去惠靈盾 超級堅持 我來睡覺 我來什麼事了 什麼東西都敲 什麼什麼什麼情形 嗯 什麼情形 為什麼那繩子會一直泡泡泡啊 哎唷 這誰 欸 他們幹嘛 麥克 幹不是吧 都要拔槍 你跟著小Bitch 幹那個德國小子 我來 我們來談戀這件事 我們來談戀這件事 這個人居然要逃走 而且是我們修好的車子耶 他德國小子 超不爽他的 天啊 你要幹什麼 讓我和你一起去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公男小 媽的 直接開槍打死你 不要 我會開槍的喔 我可是會開槍的喔 幹 哇 德國王八蛋開槍 媽的 死北拉 幹 我要死了 幹 我要GG了嗎 幹 我要GG了嗎 蛤 發什麼 蛤 是你 這是夢吧 等一下 還是這是現實 你不要跟我講說第二季玩這麼久 你不要跟我講 只是一個夢而已 不可能啦 你不要跟我講說第二季全部都是夢 然後夢到我長大 然後夢到 夢到遇到他們 然後本也在這裡 太扯了 不可能的事情啊 他被咬了 他看到力好想哭喔 他會死 他會死的 我還是知道牠會死的 欸那可能妳早期的樣子 可能妳早期的樣子 我感覺到痛苦 為什麼 我把牠撞掉了 所以說哪個最終結局就是 一場夢而已啊 夢結局 虛聲一片 虛報你們 為什麼要對卡莉做那種事情 對啊 卡莉被莉莉射死了 這裡有很蠢 是 看到這裡的畫面想要第一季了 應該留下他吧 或許吧 感覺莉莉就像是肯尼的縮影欸 盡全力保護自己的人就會傷害到別人 沒那麼容易啊 保證你不會離開我 你會不會離開我 我不會做到那種事 我保證 全部都會好嗎 好嗎 啊 那 Let's try to get some sleep OK Lee 睡覺吧 所以說這是夢吧 我認為這應該才是之夢 到底哪個是真的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